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9月24日,星期四的晚上时间 已经6点多钟了,今节继续有我许流山 还有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一较醒来,有人出回来保释爱出的变天家产生 各位网友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大马李慧斯,大马sir,马来近 各位网友好 记住,like我们的影片,留下言最重要是订阅 《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静去没有浪费冷气 三个youtubechannel,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这次加藤生一睡醒,都算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哪个风呢?就是王之峰的风,是暴触的暴风雨 这场暴风雨就过了,风雨过去就立刻出来 牙斩斩,那谁是暴风雨,为什么呢? 那我们有一节突发都说了,就是王之峰 因为那时候10月15号,好去不去就走去一些 叫做非法集会也好,不详细多说了 大家可以听回我们今天一节的突发环节 那好了,见到他的老友记,隔空通缺犯罗冠聪 立刻出来说话,哇,我见到报纸吓了一跳 我们先看看,哪位主持放出来的呢? 看见到主持分享了,哇,是,他那个在德国 是,德国,请问发生什么事? 加藤生,德国 德国有份报纸,整个头条就大大声叫 要释放王之峰,这样说 哇,杀出国际啊,很厉害啊 但是其实他们这帮人是在德国是有比较大的人物的 因为如果先几次呢 他们都特意,譬如说什么欧盟会议啊 那些,就是总之他们有个议会啊 他们特意联络,他们昨天post出来的有个议会 有个女婿就和一个德国人就一起去议会那里要求 说讨论怎样制裁中国啊,那些这样的东西 是不停在德国发声的,他们是 那我们大家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都可以去罗冠聪这个叫做Facebook那里看看的哦 刚才加藤生说了,刚才就放在这个德国的一份报纸 BILD的网页版,那个头版的意思呢 就是放在他们的网页版的头版里,不是就是 印那些报纸出来,哇,到处的人 德国到处的人拿着这份报纸都有黄之锋的头在那里 然后就不会去到那么夸张啦 都是那个网页版而已,然后罗冠聪还好笑 世界各地人都很关心你,要平安啊 等等,我刚刚进了BILD的网站 是,已经转了了吧 没了,没了,他是不是继续做的 我一进去的时候,第一宗新闻就是说 当然是说19病毒啦 就是我不太相信,是不是假封面来的这个 这个封面呢,刚才我想说的就是 为什么大家要进去罗冠聪这里看这一幅图呢 你看看王之锋这个封面的右手边 有一圈刺子在那里的 哇,很大的隐喻哦 对啊,没错,隐喻王之锋 你其实等于刺子的 还要是厕所,就是大小二便用那种 不是抹嘴的那种,一卷卷的那种 王之锋你等于一卷刺子,一条底裤 还有一些作用的 不是啊,我现在转了很多下都是没有这张照片的 BILD BILD.DE也是啊 所以就是要进去看一看 因为我不觉得他会上报纸头版 网上版 我现在在网上,我没可能拿到一份BILD的报纸 但我现在就在他的网上不断转了 我现在转到差不多底裤都没有啊 这么惨啊? 真的啊,不是说笑的 你是另一份啊,叫DLLM 不是啊 真的没有啊 因为其实我看到已经有个疑问 不是啊,怎会有报纸这样做的 知道就要放他咯 是不是啊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我已经看了两次了 我看过,他旁边不是有个BILDLive的 他填黑了那个位置 我按下去也没有啊 也不是这样的 这样,这里就... 台阳你刚刚就说找到了 是,我看到那篇新闻 就跟他的标题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找不到 我只是入主页是没有这件事的 但是他又说到他是头条的啊 可能就是最新的那个新闻 当时最新的 排在第一页面 有其他新闻推上的时候 这个就变成了疚文 所以就不再放在头版了 我相信就是 那我不清楚了 但是有一个亮点的 其实这个亮点呢 这个姿势的亮点就是 世界各地的人都很关心你 跟着隔两个东西 跟着就要平安 其实要平安 大家记得去年是怎么样 去年黑暴时期 这句平安这句说话 其实就是说 好人一世平安 其实是诅咒人的说话 就是在他们的黑暴字典里面 就是当时有人说 黑警死全家 但是有人说这件事不对的时候 他们就改了 他就说好人一世平安 我有印象 通常可能拍到警察 可能有些什么 可能交通了一些意外也好 出了些什么事也好 就是好人一世平安 是啊 哦 当有些警察出了事 就用这句 是啊 所以基本上 就是反话 是反话 就是因为这个国际线 这个 这个国际线路有增词 究竟谁可以增这个国际线路的彩词呢 哦 罗冠聪觉得 刚刚我才上位 上了time 你这个王之洞 回去吃王之东 就一世平安好了 好人一世平安 哈哈 是啊 香港 祝你一世平安 那些是吧 看路啊 那些 大家都明白 他叫他看路 是吧 小心点啊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吧 原来这个叫做 王之锋呢 肥仔 王之锋出回来 哇 肥子很多啊 他今天 整天吃王之当的 就是好像整天吃麦当劳 一定会肥的 那他今天保释之后 他就立刻在外面牙斩斩了 那是吧 警方呢 用来控告他的证据的片段呢 就是来自这个港台TVB啦 还有这个台视新闻 还有新唐人电视 那就认为警方呢 手袖的片段呢 加加在一起 只有四条那么多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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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都够啦 就是啦 真的 是吧 你底褲啊 只穿一条而已 要穿四条底褲吗 四条那么多 要捉你的 一条就够啦 真的 一条大都够啦 随时 什么叫做 找东西来告 哇 这些 我真的很希望看得到你的法庭 你跟法官那样说 到时 你认识罪啊 哦 没什么告 找人来告 你看看这样可以 他这样说 好像黑社会 就是说 你都是想捉我进去坐 老子也坐牢 多个吃饭 没什么告 找人来告 告我啊 现在就是在告 就是啦 这样 他有个诸心论 他说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叫做案件 案件答案件 就是将他的file 他一直都要搭热口 这样的方式来限制 所有这个抗争者 都留在这个香港境内 形容这些起数呢 都是多次一脚 哇 这些简直呢 是惯犯来的 就是惯犯 啊 又告我 哎呀 随便啦 告什么呀 出来再说 哎呀 那不用怕了 接下来他都快可以去 好像今个月的30号 就下午 去东区裁判处 法院提堂 不过到时都证明他 是会不讲那么多了 到时过了第一堂 然后保释完 就差不多了 嗯 不过黄之锋又有这个 英文笑话 告诉大家 刚才 就是 他之锋已经成功保释了 这个罗冠宗就说 案件排期9月30日 下午二时半在 东区法院提堂 那王之锋怎么说呢 就说 Hello I am back I have leave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The court hearing scheduled at 30th September 2.30pm 那他有两个错误了 我只是写了两句英文 都有两个错误了 他如果说 我现在已经走 离开了这个 Central police station 应该说 I have left the central police station I have leave I have leave I have leave 是不对的 The court hearing scheduled at 这个呢 就漏了一个 The court hearing is scheduled 所以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open you 真的 不太行 这些英文教学 要提升一点点 是的 这样会很影响他的国际线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没办法 好像他是不是有读写障碍 有读写障碍 有些人传说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这个就不成立的 现在 他用那个手机 然后对着手机 读读读读读 那个英文出来 不可以变回字 就可以了 是吧 是的 他没有看摩向编辑部的视频 因为我们这些视频里面 整天都有个广告 就叫grammarly grammarly improve your english 就是看youtube 学英文是有用的 那装回grammarly 可以装在手机的 那这些英文就不会被人笑 对不对 这个不是講 不是grammarly的字 入式广告 我们没收grammarly的钱 不过 他是需要帮助的 这个王之锋 在这一个层面 虽然他有房子有车 但是grammar是不好的 对于 他的国际线方面 都真是不敢恭维 他那條國際線有點黏 就是條線有點黏 相當之寸序了 現在出來的 這個grammar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開心到還是怎樣 開心到現在錯了grammar都不知道了 好了 我們再說多一點 它又再吵些什麼呢? 它說要抗爭者留在香港境內這樣那樣 不知道是不是想扔到那個十二件那裡說 那十二個西瓜 還是種 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都好 又繼續說了 雖然由包圍警總 到六四燭光晚會等等的活動 開始他已經多次被檢控了 我想他已經麻木了 然後又在那裡抽水 扮大人大義 我最討厭這些話 一聽就知道你是假人假義 相比起那十二個被送中的人 和超過一百位正在服刑的手足 他現在面對非法集結罪 簡直微不足道 那十二個是自己送他自己走回國內的 他要經過國內的水路去台灣的 不是人家強硬 他自己給錢的 他自己 真金白銀給的 他不是被送中的 這個要講清楚了 是嗎 加燦先生 是呀 其實講穿了是他們自己下來的 這十二個人是 講得比較刻薄 所以他 其實我們歌都唱過了 加燦先生也唱了 犯箭 別怪我犯箭 台仰的名曲 現在變成了 如果他們 他們現在對張黑說成白 因為他們現在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是中國水警越界抓他們的 這麼無稽 他們都說得出 那已經證實了不是的了 那再繼續去講多一點點 然後假裝自己大仁大義 哎呀 對於我這樣的事情 當然是微不足道 當然啦 重型那些你不會去做 你叫人去做 和用不分 你自己上台去講話 然後別人自己 別人就是重聚 領了一夜 那十二個 有一部分 我自己認為都是被你們這些人 長期洗腦 煽動 還是怎樣 當然他們已經過了十八 大部分都過了十八歲的了 要為自己做的 要負責 也是一件事 當然你們某程度上 都是他們的催化劑來的 又說 呼籲大家 繼續用不同的方式 來支持獄中的手足 這個跟何韻詩講 何韻詩我要支援這幫人 因為何韻詩整幫人都靜了 是啊 不過他在加拿大 應該都安享晚年了 我不行的 你跟夾戴司徒 你叫何韻詩徒夾戴嗎 很長的名字 我們早就說了 這個6億2基金 根本就是皮休基金 有日沒有出的 那 黃之鋒他現在被人告兩件事 都是輕行事來的 非法集結和 犯了這個反蒙面法 沒有錯 違反這個沒有免法 那很少事 那他現在 那他都大件事的 今天就因為不能下茶 吃魚子醬 餓到現在6點多才出來 對他來說都挺辛苦的 不過大件事的就是古斯堯 之前有一次 補釣 拍照的時候叫人 站開一些 X里老X的古斯堯 是釣釣釣的嗎 是嗎 是 他這次大件事的 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他 是被證實患了直腸腺癌第四期 哦 那那個 柯血之外 柯血和吐血之外 那個癌細胞 就擴散到肝前列腺 淋巴系統 那8月底的時候 就做了大手術 撤除了部分肝臟 那休息一個月之後 就是這個月 就再進行這個化療 這個71歲的古斯堯 大鑊很多 那 就是大鑊了 那那個袁家衛 其實是不是王之鋒的女朋友 好像不是 哦不是啊 那我搞錯了 我經常記得 這個好像是他的女朋友 不知為什麼有這樣的記憶 可能記錯了 這樣也行 是啊 所以啦 這個王之鋒呢 也有繼續提一下這些 怎樣啊 支持肉中的手足啊 不要放棄呢 對抗啊 要繼續對抗 要抗爭 遭受打壓的人呢 又要對你表示關注啊 又什麼 又表示什麼呢 由這個200萬人打遊行 當日開始離開監獄啊 到到今時今日 沒有後悔過 和大家一起投入這個抗爭啊 難道要說後悔嗎 老實說 我想他現在就是後悔了 為什麼當日穿草 那不是我呢 如果他挺而走險穿草 去了台灣 他走不了的 因為他那個保釋條件有限制 因為他太多案子揹在身上 他走不了 我只說做這個鹽田十二市 鹽田十二市 那他就不會的 因為這個人呢 其實是聰明的 你看他其實現在 他沒有錯過 有很多案子在身上 但是沒有一宗是很嚴重的 那些級數 就是今天有很多人 被人判暴動罪啊 有三個 無名無姓的那些人呢 最慘的 最慘的 我們經常都說 你有頭有面的那些人呢 很多時候都沒事 因為他們找一些 好的律師是容易一些的 而沒有人認識的那些人 根本就是 本身已經是有劣勢的了 然後你還要找那些法援律師 那就更加糟糕了 或者根本都不知道怎麼處理的 有很多人根本上 可能被警察抓了的時候 已經是一副都濕透了 有很多那些人 記不記得那個什麼畫家 被人說被人彈泥滋那個畫家 上身赤裸那個 那個現在 不是就成為了你們捲律子 是不是 其實最慘的就是 這些頭面這些人物 就是我認為 但是他們就聰明一邊 你很難真正的可以抓到他 然後再重罰他 補充一些資料先 不好意思 剛才社長會記錯 袁家衛是黃之鋒的男朋友 都不可以怪你的 因為他的前男友是羅冠聰 好兄弟 好像前男友 現在已經分開了 現在已經分開了 我這麼快點做過年級了 我好想說話 真的好無道義 哈哈哈哈 教他這樣 教他這樣 可能都是好像掛仔弟 那樣 本來陳小春和鄭依健 都因為這個女 女的問題大打出手 都罵了 其實陳小春都說 現在是10歲 現在多到數不升 什麼都有 就是這個意思 最重要是怎樣 他們要多賺錢 有樓有車 有保錶 被人告暴動罪入了那些 就是有沒有樓有沒有車呢 可以告訴大家 九成都不會有的 這些就叫做一仗功成 萬骨虎 無間道深高 哈哈哈哈 祝各位手足好運 是不是 敬你們 好吧 我們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黃之鋒呢 看看究竟 這個這樣的好人 究竟是否一世平安 30號 接下來就提堂了 不過呢 我們就不會這麼大驚訝 有些激男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可能覺得很開心 提堂 去到叫做 拉比亞那也好 什麼都好 黃之鋒用啤酒 這個不需要住 這些太急了 這個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上第一庭 過一個個堂 過一個冷河 看看什麼時候 拿來放湯 煮河粉 所以就不會開心得太早 有時候我們要明白 那個程序是怎樣的 我見過有人說 第一課 去提堂的時候 不是馬上叛了嗎 沒有搞錯 立刻拿了一本 誰會這樣啊 大哥 你猜 你猜 其實是要 大家尊重那個程序 我們經常都說這件事情 就是你不是說要 推倒整個制度 但是如果你說是都沒有所謂的 你推倒整個制度 但是你推倒整個制度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究竟現在他們那幫 就是反對政府的人 他做的事情 是不是都是說要推倒整個制度呢 那你跟他做的事情 其實有沒有實際上的分別呢 現在我看到有些人做的事情 就跟那些所謂的反對派 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現在已經是做到 可能還會激過他們 有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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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連長腳也叫 那種 叫鬆的長腳 叫長腳審沙子那種 這裡我看到有些震驚 我們接下來有一節都會說一下 三座大山 厲害 我們這次暫時來到這裡 先講黃之鋒的問題 好嗎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